美国媒体爆了 美国媒体一些军事评论员 今天发表消息说了 说乌克兰再继续这么打下去 就是乌克兰将来都得把儿童和妇女全打没 就是得占到俄罗乌克兰 一个人不胜拉倒 就根本打不赢 他说怎么打不赢呢 他这个媒体有这么一个军事专家 写的这么一个推特 他是这么评论的 他说我就没见过 乌克兰士兵这么勇猛的士兵 就全世界很少见 说什么呢 都明知道俄罗斯在这块是雷区 他们开着我们给提供的装甲车 开着德国给提供的报案 就在雷区里前行 各领各全炸翻版了 就这种傻逼和冤种 就这障害他们有个打吗 你们会觉得我什么意思 他说乌克兰士兵没有这么虎逼 没有这么勇猛的 看着吗 他妈的明知道这是俄罗斯的雷区啊 就拿坦克装甲车给他趟雷 我操他妈这得有多少武器扛炸呀 我操就这国家能打赢我去死 什么意思 他说俄罗斯缺乏 乌克兰缺乏什么呢 缺乏这些啊 就是那个少雷车 你本身你想往前推进 你必须得拿少雷车 或者是哎就是炭雷气啊 把这些雷轻了 你才能前进呢 而你们拿着西方国家先进的武器 就跟那是汤雷呢 我操他妈 好几百万美元的一架装甲车 你他妈跟那汤雷玩 我去你 你这哎 美国这个媒体报完 那个时候 兄弟们我看完之后 我都乐了 说没见过如此勇猛的乌克兰士兵 太有猛了 这个仗打的 我操他妈 明子倒是雷区 就开坦克往里干 直到炸不动 盖里头爬出来 垃圾不倒完 最后叫到连环雷袭击 什么意思呢 车炸完了 他爬出来 爬出来他往回跑 往回跑 带着把连环雷引爆 导致所有士兵 以及坦克全部阵亡 哈哈哈哈 就是卫养性脸呢 就是俄罗斯这个雷 可给他干完了 知道吗 现在我才发现呢 干倒美西方国家最先进的武器 不是什么导弹 也不是什么沙尔玛特 干倒美西方国家最先进武器 你是他妈地雷呀 就是用最低级的武器 最原始的打法 打击了现代化的战争能力 就是你什么坦克 这个装甲车 你妈的 我一个地雷全搞定 就是谁也没瞧得起这个地雷 反而这个地雷 把美西方国家干屁了 我美西方国家给的 他不心疼 而且炸完了 他们就直接就跟那个坦克里 就爬出来 我说你这个就往处跑 我能减条命 我就减条命 减不条命 后勤让我这么干 后期就是身后的指挥官让我干 我没有办法 为什么他们缺少雷车 懂得打额懂 就是虽然说 不会是东北故事 谢谢 就是整个西方国家 给援助的这些武器当中 确实缺乏这个少雷车 美国的这个老军事专家就说了 他应该前边 最少推进十公里左右 这个少雷车 少雷安全了 后续的坦克才能来 但是也有网友会问 那这少雷车 少雷车不怕炸 那少雷车都不怕俄罗斯的导弹吗 你们都没问我啥意思吗 就相当于你像个二B式的拿个碳雷气 给它碳的 地雷车指令是绷不着你了 兄弟们 你就不排除旁边有狙击手狙击你吗 就是懂我个关点的扣个气 啥意思 你少雷车士 提前十公里去扫去 你妈的 你个那儿就老实让你扫啊 俄罗斯不拿导弹炸你吗 就是怎么打 现在目前为止 乌克兰想打赢 也打不赢 你们都没问啥意思吗 就是因为第一啊 美西方国家没把最先进的武器给的 第二乌克兰总集集结的兵力 不足以成为俄罗斯兵力的三倍到五倍 所以说美国就说这仗一倍的都打不赢 这是美国自己媒体报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了 你没有五倍以上的兵力 你想与俄军作队 而且你是进攻方 没有五倍以上的兵力 而且乌克兰这个地区三少 基本都是平原 得六倍到八倍的兵力 你才有胜算 而你们现在跟俄军的数量 人员数量基本持平 你这仗打 拿命打呀 所以说美国 美军今天所说的这话 那就绝对不是假话 乌克兰败家子 赶紧把他爹老败 我跟你讲 他不是败家子 他就是啥呢 大坑 就是说实话 美西方国家 你们咱们把就不能说 把这个哲联定性为什么败家子了 只能就告诉你们兄弟们 就是老美 就是利用乌克兰这个棋子 所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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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渊重代理人 来拉动俄乌这场冲突 从中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削弱整个欧洲的经济实力 往上让乌克兰永远占中立立场 你也被加罗北约 你也被基本跟俄罗斯为好 这就是老美一箭三雕的主要目的 第一目的通过这场战争 把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给他削弱了 通过这场战争 把整个欧洲都卷进来 把欧洲的欧元给他干废了 把欧洲的经济都给你们原先都是赋饮 这回要你们全剪垃圾块去 插你们给你整他 你剪垃圾吃吧 让你们影响我美元 让你们还跟我美元抗衡 你欧洲经济不厉害吗 这回我给你干邋遢 美国一箭三雕啊 我说你美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要是下降了 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就下降了 而欧洲的经济要是倒柴的了 欧洲欧元以及一些大的经济体啊 就对美国形成不了任何威胁了 目前为止 北约啊 就咱不说北约 欧盟一旦要是经济上萎靡了 俄罗斯的军事上也顽图着了 那么全世界还剩谁了 不就剩东方龙国了吗 通过这场俄乌冲突 把整个北约的经济啊 欧洲的经济搞下来了 军事实力给俄罗斯给控制下去了 你想想兄弟们 他们会更加的依靠美国 你们能懂得打个懂 你们会讨过什么意思 美国都把它坑完了 他怎么还能依靠美国呢 通过这次这次俄乌冲突之后 你们现在发现没 这个这个这个冲突还没结束呢 马克龙都已经发现了 美国搞的这个叫什么啊 经济啊 他这个那个那个经济啊 削减法案 通胀经济削减法案 什么概念 他用这个补贴差价的方式 把整个欧洲国家的大型企业 全都撬到美国了 欧洲这些国家大型的化工厂 大型的这些加工厂 还有一些大型的什么一些生产设施啊 全都移居美国 到美国美国不上飞 而且美国给他们提供廉价的能源 地皮不要钱 而且还给贷款 还给补贴啊 什么概念 你给我的建厂 建厂一年 我还给你多少钱 我这一筹是何事呢 导致把欧洲的大型的经济体和这个生产体系 全都整到美国了 现在马克龙一筹完了 再这么整下去 我们就彻底离不开美国了 你们想想 果哥说什么道理来 如果整个欧洲国家能源上 依靠俄罗斯 战略上啊 就是就是说 这个这个军事上 依靠美国 欧盟永远能成立 永远能在这块生存 如果俄罗斯和这个欧盟之间的关系出现什么了呢 欧盟经济上依靠美国 军事上依靠美国 军事这个能源上再依靠美国 那永远就是美国的小弟了 所以说他们自己也反过来了 美国不让我们买俄罗斯的能源 将来我们就得依靠美国的 能源上依靠美国的 军事上在依靠美国的 经济上在依靠美国的那咱们不就是美国损人了吗 如果说我们就像印度和这个所谓的土耳其 我们也不占什么立场 我也不买这单 是不是谁永远都得瞅着我是个事 谁都不敢把我怎么的 我们以后那就纯纯被美国控制到死了 我们到达夹个小包 吾吾咋咋就是装逼 哎呀 我们是独立自主国家 去泥嘛 啥也不是 这能说明什么 所以说他们现在目前为止在住个里 各个感受到了清醒 等他们彻底清醒那一天 就是他们内部之间这种合作和盟友关系的这种瓦解的开始 你会觉得我真的吗 咱们陆续往后看 为什么 脑袋慢多想几天 慢慢想想 你看美国都给你们坑成什么样 时间久了 不用谁去给他煽动一些谣言 他自己就因为完蛋了 哎呀 让美国给调理了 还在这儿 我还在这儿 我还在这儿 我还在这儿